吃不饱的女人一般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接下来啊 我说的都是重点了 一定不要忽视了 我们都知道啊 女人是比较感性的 所以呢 当她们想那什么的时候呀 不会像男人那么直接 往往呢 都会用一些智体语言来表达 特别是当她们没有得到满足啊 消遇开口的时候 她就会发出一些信号来暗示你 希望你能够懂她 所以呢 当你发现她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说话呢 阴阳怪气的 还会没完没了的唠叨 喊呐 哎呦 这里疼 哎呦 那里痒 叫她去医院又不愿意 眼巴巴的看着你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不用考虑别的 直接喂饱她就行了 有一点呢 我要提醒你哦 虽然呢 她处于等待投食的状态 但并不代表她真的不挑食哦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啊 越要好好的 如果想让彼此有一个 美好的体验 彻底把它喂饱 这铺垫一定要做好 特别是在刚开始case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乱啃 要循序渐进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了 就是自己嘴巴的味道 越一股怪味呢 就往上冲 这女人再馋呢 也下不了嘴的 我建议你呢 试试这个叫爆珠 就这么小小一粒哦 非常的方便携带 最重要的是 她这个味道呀 是让女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种 淡淡的果香味 刚刚吃完饭 或者说有什么社交活动啊 你就吃一粒 特别是在夜会之前 你一定要提前用它 这个味道特别上头 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 它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面 那股淡淡的香味了 你说有哪个女人 能够抵抗得了 这种柔情的秘吻呢 快大胆去尝试吧 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好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